今天晚上我們安美定理要把它徹底解決掉 那你現在已經知道電流外面會產生磁場了對不對 那有一種情況我們之前也講了就是說 電流流一流然後流到一個電容 我如果一開關把它關起來的時候有沒有電流流 有沒有 開關一關電流有沒有 有對不對 有電流流嘛對不對 但是有電流流的話那就是表示 這個導線的周圍會產生磁場對不對 那這邊也會產生磁場 這邊也會產生磁場 這裡呢 這裡沒有電流 會不會產生磁場 這個例子 你會看到是 我把它開關起來的時候 這邊的電荷會產生變化吧 對不對 都知道說電荷會產生變化 但是電流流流過這邊嘛 然而你知道 這是一個活物 它是有某個東西在這裡 那個東西 跟電流是一樣的 等值的東西 不然的話 進去的電流是等於出來的電流 在這裡 就死掉了 進去的電流 跟出來的電流不一樣 因為這裡沒出來 到了 電容裡面沒有電流出來 就不滿足科學浩電流 雖然這邊又有了 有 這裡進去的電流 I 跟這邊出來的電流 I 都一樣 對不對 這一點就不滿足 我看它 科學浩電流是滿足 但是在這裡呢 進去的跟出來的電流 就不一樣 科學浩電流就不滿足了 就表示 在這個地方應該有什麼 有一點物理量 它的效應應該是跟電流 所謂的conduction current 是什麼 應該一樣產生物理的現象 是等值的 你們物理人就要有這種懷疑 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接著要講的 Displacement color 它叫做位移電流 它的原理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你對科學浩電流 告訴你的 你一個電流進去 就應該等於出來的 OK 那進去多少 input 多少的電流 就output 要多少的電流 incoming 多少 就是 outgoing 多少電流出來 但是在電容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 我把這個部分 再把它放大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的是 對這個電容C來講的話 OK 它這裡面 當電流流到這裡的時候 IC 這所謂的IC是什麼 IC的就是C 所代表的是一個conduction current 就是它是因為電子在傳導 那它所帶的 產生的一個電流 就是傳導電流的部分 那流到這裡的時候 慢慢的把電容裡面累積了 這個電荷 在這個兩個板上面 那這兩個板累積電荷以後呢 它直接就是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電廠產生了改變 那電廠依產生改變 所以 我們在之前已經講到了 這一個平行板電流 如果它的charge density 是sigma 的時候 那所謂的charge density 是sigma 的時候呢 那這上面的電廠一 就是等於一雄零分之sigma 我現在先把光線拿掉 因為它是一個均勻電廠 我們把這個電容的話 也當成是無銜 無窮大的一個平行板的部分 那它的方向相關 因為它是一個均勻的電廠 那在這樣的一個條件底下 其實這個charge density 就是單位面積所帶的電荷的多少 換句話說 這是上面的電廠的部分 一雄零 a 分之 q 也就是說 你上面的charge 改變 變換了charge 就相當於你的電廠在改變 一雄是定值真空的界電常數 a 也是定值 是跟平行板電容器的板的面積 所以很簡單的 我們馬上知道 如果我的底q 改變的時候 所對應產生的第一改變 就是等於一雄零a 的第一 那我把單位時間 dq 的改變 就是單位時間 dq 的改變 那左邊這個部分 實際上 單位時間的電荷的改變就是什麼 電流 對不對 電流的定義 i 那這個電流就是這邊的ic 就是等於一雄零a d e d t 那我說這個ic 我知道從外界看起來 我知道它單位時間的電荷改變是ic 但是從裡面看 裡面看我知道這是一個物理量 這個物理量跟單位時間的電廠的改變有關係 如果你要符合 如果你要符合 Cauchelhoff 定理的話 進去的電流應該是等於出來的電流 只是你出來的這個電流 現在用來表示的形式 已經不是你平常看到的那個形式 而是用電廠的改變 而是用電廠的改變 來代表你的電流 來代表你的電流 所以我們把這個電流 叫做displacement current 叫ID OK 換句話說 IC 跟ID 是相等的 那ID 呢 就是我們的displacement current 為什麼叫Displacement current 呢 為什麼叫Displacement current 呢 基本上面 如果當時你的高師弟弟 你沒有放劑之前 我們在講這個平行板裡面 這個電廠呢 如果我們在內部放一個界電池的時候 那這個界電池會影響到內部的電廠的情況 對不對 那時候就說這個界電池會讓它porization 所以在物理上面的話 我們是怎麼定義的 我們把一雄零跟一 把它整個定義 就是displacement OK 加porization P 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現在是什麼 空 所以這個P 裡面沒有界電池 所以一雄零一就是等D 的情況 換句話說 這裡面ID 的部分 我就直接可以把它寫成 OK A 乘上 頂D 頂1 這個物理量就叫做Displacement Letter 我們常常會把A 分之I 就是叫做Current Density 就是等D 1 D D T 的部分 OK 那另外一種寫法 我說 電廠一乘上A 電廠一乘上A 什麼物理量 電廠一乘上A 電廠一乘上A 是不是電通量 對不對 就是我這邊 就是我這邊 這邊是電子A 所以這是它的電通量 所以我也可以把這個表 它表示成什麼 電廠一乘上A 這個Phi E 就是等於E dot dA 就是 Electronic Plus 變通料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了 實際上 如果我現在要把安培定理 把它拿出來 好好的寫一下的時候 我說我原來的安培定理 我寫的是 B.DL 是等於μ0I I 是什麼 I 是 IC 而已 而且 IC 是 在封閉曲線裡面 所包圍的電流 那現在呢 你知道有一個物理量 跟 IC 是有同等地位的 所以我要把 IC 部分的位置 要用兩個符號 來代表它的一個叫 ID OK 那 ID 呢 剛剛你已經知道了 ID 是等於 μ0 IC 加上 ID 的部分 就等於 是等於 現在你看到了 這個關係是 這關係是 就很有意思了 所代表的在什麼意思呢 當我的電廠 過電通量改變的時候 會感應產生磁場 所以 我們本來 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講的東西都是電 都是磁 OK 電廠怎樣 什麼什麼什麼 都是電廠 磁場怎樣 都是磁 沒有把電跟磁合在一起 現在它已經合在一起了 電跟磁 電廠產生變化的時候 它會感應產生磁場 這是第一次 把電廠跟磁場 把它連合在一起 叫電磁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前面的部分叫安培定理 後面的部分呢 我們說四個Masway Equation 沒有一個 四個Masway Equation 一個叫高斯定理 第二個也叫高斯定理 一個叫電的高斯定理 一個叫磁的高斯定理 第三個叫安培定理 那第四個呢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法拉第定理 沒有一個是Masway Equation 那個Masway 都沒有這個人的秘密 為什麼Masway Equation 那麼重要 最後通通它包了 就是這些東西 它把它補齊了 它寧可了 電跟磁的關係 所以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到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現在已經不是電磁也不是磁磁磁 叫做電磁磁磁了 那接著呢 我就要問一個問題了 那你已經知道 那對電磁本身來講的話 你現在開關一關上以後 這裡面 電廠的改變的時候 實際上 他會感應 產生磁 在這裡 那我問的是 裡面的磁場是多少 你已經知道它要感應產生池了 那到底池量是多少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這個問題 我說 好 那我已經知道 這是一個圓形的平行板 我們側面圖的話 那這個平行板呢 它板面積是A的部分 那我知道 我的IC進來的時候 出去也是IC 那在這邊所對應產生的電 那我說 好 在這樣的一個條件底下 假設這個板 的半徑是A 那我就要分一個部分喔 第一個部分就是 當我的R小於A的時候 跟我R大於A的時候 它的磁場 那有所不同的情況 當R小於A的時候 我就要用安培定理 現在安培定理已經是這個樣子了喔 那我說 我做安培定理的時候 我就要把這個封閉曲線 既然我已經知道這是一個對稱的 那我就不要自己找麻煩 我會做一個對稱的封閉曲線 在這個位置 內部 那換句話說 這個曲線呢 就是在這個位置上面 半徑R的封閉曲線 那這個封閉曲線呢 為了要使這個IC的方向是一樣的 所以你的IC是什麼 IC是這個方向 所以我的封閉曲線就是這樣子的方向 那 你就是等於 電流I OK 好 換句話說 那 你就 非常清楚的在這個地方 實際上 已經告訴你一件事情 電流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如果這裡面有磁場的話 磁場的方向是哪個方向 是不是就是這個方向 對不對 所以 我們 就把它視為什麼 視為這股電流流到這裡的時候 那現在突然間 這股電流變得很粗大的導線 那IC進來 到這裡是ID 那出來又是IC 那你現在呢 你現在做的就是這一個部分 你要去計算的是這裡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好 對ID 來講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 ID 的部分是等於 Så 一小零 d y y e 乒 t 也就等於 一小零 a d e t 不管你怎麼算 這個部分 IC Total 的 IC 跟 ID 要相等 就是 Total 的 ID 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換句話說 我現在 所有的 ID 分配在 A 上面 那就是 ZD ZD 就等於 A 分之 ID 那就等於 150 分之 DT 你知道 在這裡是一個 ZD 的 Current Density 這個 ZD 就是 Displacement 的 Current Density 在這裡 在這整個 所以 我現在知道這邊是一個 Displacement Current Density 是 ZD 的情況 那 好 我把它 用安培回路定理的部分 我做的這個回路 C 就等於 Mu 0 這個回路內部所包圍的電流 這個回路內部所包圍的電流 我的 Current Density Dot 的 A 那 這個 A 呢 是什麼 是 A 是這個面積啊 沒有問題 所以我說 這個部分是相當於 R 小於 A 的面積 A1 那你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了一件事情 Mu 0 你已經知道 ZD 是一個 Uniform 這電廠是一個 Uniform 的廠 所以我們知道 1 小於 0 比 E 比 P 乘上 A 的部分 是等於 Pi R 平方 不是你的 這個半徑 R OK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說我們做的這個半徑 就是 R 的半徑 的這個圈圈 那同樣的安培回路定理的右四的部分 B.Div L 就是等於 V Phi 底 Phi 然後 G 一個回路 V Phi 是一個 Constant 因為它在這個回路上面 都是對稱的 所以你把它提出 G 分號外面來 那就等於 D L 對不起 這是疊 所以 G 簽以後是等於 2 Pi R 換句話講 這兩個關係是相等的 所以 V Phi 乘上 2 Pi R 就等 Mu 0 一上 0 底 E 底 T 乘上 Pi R 平方 R R R 消掉一個 Pi P 消掉一個 Pi 消掉一個 那你就看到了 Pi 的值是等於 2 分之 Mu 0 一上 0 底 E 底 T 那有沒有問題 那這個等於多少 你已經知道 你已經知道了 IC 是等於 ID ID 是等於 150 A 底 E 底 T 所以這邊的部分 D E 底 T D E 底 T 乘以 150 這個部分 就是等於 2 分之 Mu 0 這邊的 A 這邊的 A 我為了要跟這邊 A 我把這個 Total 的 A 其實這是 A Plum 這邊是 A Plum 這邊是 A Plum 那這裡的 A 是 Pi R A 平方 你把它余項過去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一項 就等於 1 雄 0 D 1 D T 就等於 Pi A 平方 分之 IC 那你把它放進來 那你把它放進來 就等於 Pi A 平方 分之 IC 那這邊還有一個 R 少掉沒寫 那有一個 R 那你的結果就出來了 那你的結果就出來了 這是 R 小 A 的部分 那番句話說 當 R 大於 A 的部分的話呢 那 R 大於 A 問題就很簡單 只是你把這個 Loop 做的 C 2 OK 做的是 R 已經大於 A 的情況 那一樣的 到最後的部分的話 B dot D L 的部分 是等於 Mu 0 i i 的話已經全部通通包含了 不管它多少 它全部都包含 ID 的部分 因為你的 Loop 把這個全部都包了 所以 實際上 你是 Total 的 ID 通通包了 那也就等於 Mu 0 i C 因為 ID 的 Total 值是等於 IC 所以 對左式而言 V Phi OK D L 這個值是 V Phi 它是定值 也就等於 V Phi 的 2 Pi R 那 換句話說 V Phi 的值 就等於 2 Pi R 乘以 Mu 0 i C 所以當 R 大於 A 的時候 它的磁場 在這個位置 OK 在這個位置 通通一樣大小 但是 R 小 A 的位置的話 在這裡的磁場 跟在這裡的磁場就不同了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內部磁場的部分 它是跟半徑 R 乘 B 關係的 這是我們看到的 Displacement 的部分 外部磁場的部分 它是跟半徑 R 乘 B 環比的關係 這是我們看到的 Displacement 的部分 好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今天晚上 最重要的 把前面後面 通通結束了 OK IC 跟 ID 可以合併 如果你這邊又有一條 跑來 同時又有 IC 又有 ID 在這個位置上面 產生的磁場 就是你的 Super Position 就是你的重疊加種 Vector Sum 把它加起來 更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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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問題 還有沒有問題 還有沒有問題 好 這個觀念非常重要的 電場變化感應產生磁場 那你接著會想到的就是 電場變化會不會感應產生電場 那你接著會想到的就是 有了 你接著會想到的就是 你接著會想到的就是 你接著會想到的那些 我先做一個 很難度 你接著會想到的 我先做一個 感應產生磁場 或者電通量變化感應產生磁場 都沒有關係 是同樣的一件事 因為電通量變化或電場變化 是同樣一件事情 同樣的 接著就是我們要講 磁通量變化感應產生電場 所以 電磁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已經捏在一起了 那你融我融了 你們在學這一段的時候 不管你在學電磁 電學過磁學過 現在你在學電磁的一個情況 不管你以前高中學什麼東西 你要把它通通忘掉 你把它 把高中的東西全部忘掉的時候 重新學習是比你去回想 高中你學了什麼東西 然後想要把它配在一起 會容易得多 所以有一部分的同學 還在把高三的課本回去翻一翻 然後看看那時候是怎麼管 你都不要管 因為那時候沒有close這個概念 也沒有 你們可能講的是反場機 不管怎麼講 限積分等等 都沒有微積分的概念在那個地方 有很多東西是背的東西 現在你根本不要背了 就是整個就是順理成章 就把它推出來了 好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在講感應電動式的時候 就是我們接著要講的 就是法拉第定理 那首先呢 我們其實這個概念很簡單 就是我們在一個磁場裡面 那你們都知道在磁場裡面 我只要有電荷 我就會受到力量對不對 受到磁力的作用 那我就把一個金屬 把它拿來 然後 在磁場裡面 把它做運動 那既然它是金屬 那既然是金屬 那裡面就會有什麼 電荷 它是free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好 我說 在這個金屬 在這個導體裡面 不管你是用正電荷也好 或負電荷來去看它也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說 我們以正電荷來看它好了 你們等一下可以用負電荷去討討看 這電荷被你這個金屬棒 它在移動 被你拉著走的時候 那我們說 這個charge q 現在會受到什麼 磁力的作用對不對 磁力等於多少 Q的電荷 Q的電荷 以v的速度在磁場b運動 好 等於多少 等於多少 v cross b 正電荷就往上跑 對不對 正電荷往上跑 它就累積在這裡了 它會不會一直跑 因為這是一個導體 它是電中性的 所以這邊往正電荷往上跑 的意思就是 負電荷會保留在這邊 對不對 所以 你現在看到了 實際上 會有一個廠 產生出來 這個廠 是內部正負電荷所產生的廠 OK 抱歉 完了 應該從正的到負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一個事情 就是說 第一個 當然沒問題 第一個電荷跑上去 都很不利的 第二個要跑 它就發現有廠產生了 所以這個電荷 Q這個電荷 實際上是受了 FB 的作用往上跑 但是一方面 因為你這個廠產生了 EN 的廠產生了 所以它受到一個 QEN 的作用力 那一開始的時候 一定是它比較大 它比較小 一直到什麼時候 它不再跑 就是這兩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時候 它就不再跑 那就穩定了 對不對 換句話說 在平衡狀態的時候 FB 就等於 負的 QEN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Q V C C V C C 像句話說 EN 的大小是等的 就是等 負的 V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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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受到磁力以後 它內部產生的一個內電廠 那這個內電廠並不是靜電廠 所以 ENF 它是非靜電廠 它不是靜電廠所產生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會發現 這邊我好像有一個符號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非靜電廠 就好像一個電池一樣 假設 這個我現在把一根導線接到這裡 這邊接過來 這邊接過去 弄個電阻 那我就會發現說 它好像就是一個電池一樣 這邊是正極 這邊是負極 電流就流過來 所以這個是類似你的電池的一個電動式做 只是這個電動式是因為你的導體在磁場裡面 所感應出來的感應電動式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感應電動式所產生的原因的來源 我們看見到這次的時間 我們不是按摩 去 connected 一個電動式做個電動式 然後宵會 還有另外一個電動式